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街买菜就试得多了 手机叫菜,我想你们都很少试吧? 今次我就亲自表演 看看叫了些东西是否漂亮 首先就先下单单 然后就会有人马上帮你选择包好 然后就有专人送到你府上 说这么快,外卖就到了 鲍鱼一定要赞 起好了给你,真是极之方便 好了,那我现在就立刻做几个菜 今次会有自制咖喱糕炒的咖喱鞋 自己做的其实都不会很难的 我就跟着自己的口味去做 有南姜,蒜,干葱,少少柠檬叶 泰椒,红灯笼椒粉,几种香料 中到它变成泥状 然后就再用油推开它 配洋葱和红绿椒炒蟹也可以 加烫焖牛也可以,真是很好用的 另外,下洋葱,红绿椒,蒜和葱爆炒 日起早就加鸡和鲍鱼再炒两炒 一瘦水就加少少豉油,酒,上汤和芡汁 一瘦汁就可以吃了 要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试食给你们看 哇,那我的海鲜大餐就完成了 这个店铺真的非常方便 它是用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去下单 只要你一按按键,逐步出户 就可以有新鲜的食材 生猛的海鲜送到你府上 虽然有人说 你看不到实物,不知道是否新鲜 我们现在当然来帮大家试试它 去炎下货 讲到新鲜的食材 其实我们广东人就很简单 这条鱼新鲜只要清蒸就已经很好吃了 最后再淋一个豉油 豉油也是调调过的 我们就是用海鲜的上汤和葱去慢慢煮 我现在就试试它能够够够够 它的肉质是非常之滑 咬下去是很爽口很弹牙的 而且它是有那种鱼味 而且不会很腥 很有泥味那种的感觉 这个鱼真的我觉得是完美的 好了,试完珍珠斑之后 我们就试试这个大头虾 大头虾同样我也是用了白煞的方法 清清的 现在吃这个大头虾就是最当做的时候 好了,你看看,有多少虾子 哇,一定很棒 现在立刻试试 蘸一蘸汁,调一调味 哇,这个虾肉是嗦嗦声 非常之淡雅 还有很有咬口 这个虾真的非常之不错 试完一些比较淡味的一些海鲜之后 那我们不如试试我面前的这个 这个就是咖喱掩仔蟹 这个咖喱我们不是用一般现成的咖喱糕 我们是亲自去做的 我们下了很多香料 好像茴香、红椒粉、蒜头等等 之后亲手中碎它 中成一个糕状 然后拿去做这个掩仔蟹 虽然这个掩仔蟹现在未必说是时食 但其实它帮我们选择的蟹糕 都是非常之丰富的 吃掩仔蟹最主要就是吃它的蟹糕 大家看看 哇,其实呢 轻轻一刮它 它的蟹糕就已经出来了 哇,是好滑啊 因为它的蟹糕真的非常鲜甜 加上咖喱之后呢 它的香味是不断提升 有很多种层次在 其实我煮这个咖喱蟹的时候 就已经闻到很大股的香味 我已经忍住想吃了 其实我刚刚就已经偷吃了少少了 但是这个真的 这个蟹糕真的不得了 吃完这个咖喱蟹之后呢 再轮到这个就是鲍鱼煮鸡了 这个鲍鲍鱼呢 我们就是用鲜鲍去做 其实呢 它的店铺真的很贴心 可以说是 它的鲍鱼呢 是完全去掉所有的内藏 即是腸 全部都帮你清走 一送到上来的时候 就是鲍鱼肉 连壳壳一齐给你的 哇,真是这么贴心的服务 就是適合我们平时 可能一收工就已经很忙 即是回来煮饭的话 帮你搞定了 少了很多功夫 这个鲍鱼煮鸡呢 就将鲍鱼的油分 就滲回海鲜那里 那鲍鱼呢 就一定会更加的鲜味 哇,鲍鱼呢 真是很爽脆 而且还是很大牙 烟硬硬的口感 我刚刚说了 它是用鸡去煮 鸡油有少少油分 包裹在鲍鱼外面 再加上刚加了花雕酒 那些酒 那个酒香是非常出的 这个鲍鱼刚刚好 一口的尺寸 整只放下去慢慢咬 而且越咬鲜味越出的 简直就好像吃到 震震的海水味一样 那这一餐呢 其实真的非常满意 这个鲍鱼还很贴心 其实你想想 触不出户 只用一个手机程式 就可以买到整桌的菜 平时又买开的鲍鱼 都会想到 可能去到街市 未必会买到你想要的 生猛海鲜 这次来到这间鲍鱼 一次过搞定所有东西 哇,真是想煮一餐的你 记得来光顺一下,试一下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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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